早评 护制高开0.06% 教育 元宇宙板块领涨 三大指数集体高开 高开0.06% 深层指高开0.06% 高开0.23% 盘面上 教育 纳离子电池等板块涨扶居前 养殖 中药 房地产等板块跌扶居前 二 工信部部长萧亚庆称 挖掘内需潜力 对日能网联汽车 冰雪装备等既有利于改善群众生产生活 又代表科技发展方向的产业 加大培育力度 支持规模化发展 中原正确认为 市场总体难有大趋势性的机会 对风格和结构性方向的把握是关键 因此行业撇制方面 一是从基本面来看 一方面受PPI高位回落影响 盈利在产业上中下游重新分布 上游周期品的价格留所回落 使得中下游成本端压力得到一定缓解 毛利率提升 利好制造业和板块 另一方面 严谨气度持续高增长的方向看 目前一里电池 光伏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 依然处于产能扩张期 资本开支增速持续上行 退合销量高增 好业高景期有望延续 国泰军安研报认为 2021Q3折叠屏手机出货量明显提升 伴随着价格持续下探以及折痕 耐用性进一步改善 折叠屏手机有望加速渗透 国城证券认为 市场情绪飙得自周三分级后 周四亏钱效应持续扩大 短线情绪退潮 前季风 光 楚 电等成长股赛道 再度重回眼球 建议控制仓位 均衡把握机构抱团的新能源 汽车零部件 半导体 大消费的配置机会 和数字货币 连宇宙等 短线概念炒作的情绪修复机会 对 短线情绪修复机会